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鸡院的姑娘就不能穿大衣啊 春儿 别这么说话 许师傅 能借给我们看一看吗 没有 没有 平成的太太小姐不都是在您这儿做洋装的吗 这是之前 现在没有 怎么没有啊 洋大褂 你看错了 善已贞 小姐 那大褂是善已贞的 那是周家的准媳妇 未来的少奶奶 就是她定做的 我们认识的 您看这样行吗 等她试完了那件衣服 麻烦您把它拿过来让我看一看 可以吗 就怕她不肯 应该不会的 有劳您了 过去跟她说一说 那好吧 等等啊 好 少奶奶 怎么了 外边来了个叫白语和的 说跟你是熟人 她想看看您的洋服 少奶奶 您想想 她看了以后 是要做给妓院的妓女穿的 我想这不大合适吧 好 我知道了 好 川儿 我希望她能借咱们三五天 让咱们好好学习学习 琢磨琢磨 我现在真是有点怕 万一做不好 人家会说咱们的 这下你知道 说大话的下场了吧 知道了 可是你聪明啊 一学就会 你啊 就知道为难我 来了来了 上一针 你刚身上那件大褂呢 什么大褂 就是你刚才试穿的那件衣服 我想借一下行吗 我刚才没有试衣服 你们看错了吧 善一针 你来求我的时候 好像不是这个态度吧 我只是想问你借件衣服 拿来学习学习 做人不能太现实了 董家少奶奶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你就不怕 我怕什么 怕你们去告诉我义父 还是怕你们去告诉周勇家呀 白玉和 我还真不怕 你想听我跟你说句真心话吗 你是不是以为 我真的会在意 周勇家会不会喜欢你 是不是爱上你 你错了 我只不过就是想要摆脱诸身 有一个好的归宿罢了 其他一切对我都不重要了 更何况现在我婆婆 站在我这边 要是让她知道 我把义父借给了你 这么一个恶名远播的白玉和 那怎么行呢 你也太可恶了 可恶 可恶的良家妇女 总好过可悲的孤儿寡妇吧 没什么事儿 那我就先走了 那我就先走了 买过这儿 二位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怎么着 欠的钱不还了 这怎么可能呢 你不是刚卖的出宅子 别告诉我 现在手头紧 你们都知道 我输了很多大洋 我看我还是别赌了 我做点正经生意 等过段日子 连本带利 一块还给你们怎么样 我哥想了一个包营不输的法子 要不要跟过去试试 什么包营不输 你们哪回都这么说 包营不输 包营不输 可是我哪回都输 都输 我说你要不去就算了 那边李老板 可等着我这招呢 我要告诉他 说不定还能得赏钱 走走走 走 别别别 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 打我一下啊你们 小姐 你说这些人 他们哪个没少害你啊 你老对他们这么好 你老对他们这么好 单一针她能怕你吗 她该怕的不是我 是她的婚姻 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 两个不相爱的人 在一起要过一辈子 太可怕了 缘不及我和绍华 我们俩是相爱的 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 就是一辈子 可惜也太短了 缘好过 不相爱的二十年三十年 周少爷 你们可回来了 这都是我从上海 突然专门给你找来的 最好的款式 小姐 你看 这是大衣 杨大褂 这衣服可真洋气 要不说上海时髦呢 现在所有最新 最好的款式 都出自上海 现在所有的洋人 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手工好 他们就拿着样子 到我们中国来定制 这 这 这也太不知羞了吧 你看 乐个大光备的 这叫夜礼服 现在可是最时髦的 时髦吗 就这样子 估计怡红楼的姑娘 都不敢穿 那倒是 现在在咱们平城那小地方 一时半会儿 大家肯定还接受不了 不是 我这儿有一个 你看这个 这个目前在咱们这儿 应该还是能接受的 我在街上都已经看见 有几个人穿了 比如说刘家的大小姐 方家的 还有善家的 你看看 我看看 我觉得应该还可以 实在不行的话 我这儿还专门给你找了一本 日本的高级定制 你看看 这我能看懂吗 上面都有图 你一定能学会的 谢谢你了 周少爷 雨昂 咱们是朋友 你叫我周永家就行 谢谢你 你不用担心 天无绝人之路 你一定可以的 天无绝人之路 咱们不是想什么 就来什么吗 国志呢 爹 孙老爷叫他去 说是谈明年收蚕私生意的事 你提醒他 千万别再走弯路了 他呀 最近跑得可勤快了 就想在爹面前将功赎罪呢 大哥恐怕是在外面捞了外财 找着做生意的本钱了吧 你可不能胡乱编排国志啊 语速则不达 做生意也是这个道理 你告诉他 例子当头 心不可太贪哪 爹说得是 爹 上次看雨和妹妹回来吃饭 您好久都没有那么高兴过了 我在想 一家人也不能分开过 咱们还是把雨和妹妹接回来吧 也是啊 都快生了吧 老这么流落在外头也不是个事 再说了咱家也不缺 雨和妹妹这双筷子 关键是 这个孩子怎么不能生在花柳巷里吧 这对孩子以后名声也不好 我这个做大嫂的 看着她挺着大肚子 进出妓院 也很心疼啊 你们都希望雨和回来 只要爹开这个口 我已经问过小姐姐了 要她回来的事 然后她说 她不肯回来 对不对 是 爹 老大媳妇 你不怕她回来 你不怕她回来 玷污了你的好名声啊 你不怕她回来和婉儿亲近 这个小姑子可是蹲过大牢的 孩子还小不懂事 爹您就别放在心上 老二媳妇 这儿 雨和要是回来 你不会又抱着孩子回娘家了吧 这个小姑子丢人 爹 我那时候是糊涂 你们哪 不用拿让雨和回家这件事来讨好我 以前你们不认她 现在你们全都认了 该不是你们 在打那二百亩地气的主意呢吧 爹 我 没有 没事 不认哪 不认 雨和不都挺过来了吗 靠她自己 照样活得很好 那 住在花柳巷里 给妻女做衣服呢 那样也叫好啊 那也是靠自己啊 你们 你们谁靠自己啊 没有一个 你们都是吃着白家的祖业 我这闺女啊 真有出息 那照您这么说 我们都得住到花柳巷里 跟那些妓女打交道 那样就算有出息了 你们不会 因为你们没有被逼到绝境 所以你们注定要靠着白家 雨和靠天阳 你不认为她 有点不认为她 你不认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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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她要靠着白家 你不认为她 博勇啊 我现在想明白了 你小姐姐不肯回来 你也不用去劝她了 不是 爹 给你 郭勇 你说这爹是什么意思呀 他真不让雨河回来呀 三弟 你去说吧 雨河听你的 爹真是这么说的 是啊 爹把嫂子把好声数落了一遍 爹真的说我是最有出息的 小姐姐 这刚才都和你说了 你都听了些什么呀 你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行 爹说呀 你们三个 哪个 是靠自己的 不都是靠了白家的祖业 酒 雨 喝 最有出息 再说一遍 怎么还说一遍呀 我都会学了 不就是那句 雨河最有出息 不就是这个吗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败姓啊 这是一点也不 不讨喜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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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姐 知道你最有出息了 跟我回家吧 小 小姐姐 三少爷 我最近开始学做洋服了 我给你量量尺寸吧 去去去 你这谈这事呢 你做什么衣服呀 快去 小姐姐 那个 大哥和嫂子们都知道自己错了 你就原谅他们吧 就跟我回去吧 我是董家的人 不会跟你回白家 那时 他不是 那个时候绍花刚走 婆婆也不容我 我六神无主 现在不同了 有什么不同啊 那姐夫走了 白家对你不还是那个样吗 现在不同 以前我是家养的花儿 现在我是田间的草 花有花期 花开只等谢 野草不同 疾风中更茂盛 你别跟我说那些 什么花儿草 你不管 我就让你跟我回去 我不会回去的 小姐姐 你说 不 等回家了 咱俩还像以前那个样 下棋我让你捂个子 你记不记得 出血时 咱俩还比赛 看谁皮蛋缸里冻的那个 鲸鱼死不了 夏天吃在那个老井里面的冻习惯 吐咱看谁吐得最远了 打牌 推天井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小姐的运气 那么好 就是啊 我还记得这件事 有一次啊 你故意往那个手绢上 染上了那个叫什么 凤 凤仙花症 捂着嘴去找爹去了 跟天说啊 说什么那个 酷血了 把爹吓的呀 然后呢 当场就因为这个事 挨了三大板子 我还记得呀 那么轻的三板子 你当是豪的呀 就跟那杀猪一样 你说逗逗 我每次想这件事 我都觉得这样别可笑 我以前就是那么过日子的人 你快回去吧 我不会跟你走的 春儿 咱们还要赶工期呢 快点 送三少爷走 不是 不是 你还弄什么工啊 别动 我还忙得很呢 不是 小姐姐 你这 孙少爷 要不然你还是先回去吧 不是 小姐姐 你说你这到底什么意思嘛 你说你婆婆家不回也就算了 你说你连自己家也不会 孙少爷 这到底什么意思嘛 先回去吧 少爷爷 你把话说清楚啊 孙少爷 孙少爷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咱们说清楚啊 孙少爷 小姐 我真是不明白 现在娘家好不容易 让咱们回去了 你干嘛还是拒绝啊 春儿 人的福分是有定数的 我现在才明白 要省着点油 要珍惜 我得谢谢少华 她用她的命 交汇了我一切 这个代价 她实在是太痛了 行了 你就别不高兴了 我就想不通了 凭什么让你挺着个大肚子 上他们家给她做衣服 那你试着这样想 她是照顾咱们家生意的 谁稀罕 谁稀罕 药为一尺八 婆婆 您这是又瘦了 夜里啊 老睡不安稳 少华朗入梦 看来少华还是牵挂您多一些 他都不曾入我的梦 他那是怪我呢 怪我 是在怪您 怪您没有好好照顾自己 他对您好吗 看来是不好 所以少华才牵挂您的 少华他哪是牵挂我呀 他是牵挂你呢 是你让他伤心了 孩子踢我了 看来是在给奶奶打招呼呢 我怀少华的时候啊也是这样 他老是踢我 尤其是在 是在夜里 看来这一点他随他爹 这孩子的亲爹是谁还不知道呢 我会知道的 这孩子几次遇难他都挺过来了 他就是为了让他出生以后 让别人都知道他是董绍华的孩子 是董家的骨血 你也不认识 就算生下来了 也不能证明什么 不需要证明什么 等他来到这个世上 就证明了一切 车儿咱们走 我这还没 婆婆 您一定要吃好睡好 别人对您不好 您更应该对自己好一些 别让绍华牵挂 赵奶奶 您还不留下吃了饭才走 董家的饭还轮不上你来留 我也是一片好心 就你那颗歹心 苟闻了都嫌兴 少奶奶您这嘴 怎么跟刀子似的 只恨不是 是的话早把你管了 狂 接着狂 看看最后 到底是谁把谁都管了 老婆 大少奶奶 阿福 老爷在屋里吗 小姐来了 他们俩在里面说话呢 大少奶奶 老爷有吩咐 小姐来了 谁都不让进去 真是不一样啊 到底是自己闺女亲 爹 您尝尝 可好吃了 爹 这个叫蛋糕 是咱们平成开了一家洋点心店 那儿做的 好吃吗 你竟乱花钱 咱家厨子做正高的手艺啊 不比这个差 爹 那怎么能一样呢 这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孝敬爹的 爹 您要是爱吃 我再给您买 不爱吃 不爱吃 鬼腻的 才不是腻呢 是老爷心疼小姐花钱 去去去 爹 您不用担心 我现在有钱 买点点心孝敬爹 我还是供得起的 你那是辛苦钱 一针一线缝出来的 你看 让我这么三口两口的 就给吃 我心疼 爹 您不用心疼 尽管吃 我现在可能挣钱了 我会做洋装 我做一套洋装 就可以赚三块大洋 大不了我每天多做几件 爹 我们两个现在 有吃有喝 还有剩余呢 爹 爹 您是不舒服吗 有喝 来 来 来 让爹看看你的手 好 你看看这都是做衣服呢 小雨河长大了 现在都知道会算计过日子 早晚都是要知道 得算计过日子的 于和啊 爹 嫁人吧 您怎么又说这样的话 自己挣钱过日子是一回事 嫁了人有人心疼你 那是另外的一回事啊 我有人疼 爹疼我 那就更是另外的一回事啊 再走一步吧 我肯走 也未必有人敢娶 别人敢娶 我也不愿意在家 我现在过得挺好 爹 您不用担心 我会好好地把孩子生下来 用我自己的力量 把他拉扯大 您不是还在嫂嫂面前 夸我来着吗 夸你归夸你 那我也是说给他们听的 一个女人 这人无神带着个孩子 靠自己太不容易了 听爹呢 找个人在家了吧 走 快点阿姨 阿姨 别推啊你们 有什么事咱们好好说不行吗 走 少推我 别推我好不好 快点 有什么事 动什么手啊这是啊 动什么手啊 不就这点钱吗 要不 快点几天 几天啊 凑个整数一个月吧 一个月啊 你好意思说一个月 你打我 四老大你 多老实点 你 我 你 你 你 不是你们拖我下水的吗 不就这点钱吗 我们白家还能还得起 老白家 老白家 老白家竟是一些身手张嘴的 哪有一个人挣钱呢 我自己想办法 还你不就完了吗 白国志 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的吧 那那那那是那是 你要是还不了 就拿你们白家的 二百亩地契来地 不是那不行 那地契不在我名下 我怎么还你啊 我不管在谁的名下 地是你白家的吧 不是那是我们白家的 但不在我名下 我怎么还你说 我怎么 那你就想办法给我弄过来 要不然下次我们可就不会 这么客气地再跟你谈了 你居然把钱都输光了 我一直笑话二房他们不整齐 原来我自己的丈夫也一样 我不是 我不是想多赚点吗 可是不小心 全给赔进去了 语言 他们 可是玩真的 如果你要有的话 你看 你再给我点再 有什么 宅子也给卖了 你要再找白家要钱 你就找老爷子想办法去 这怎么行呢 你这不等于 让老爷子把我们给赶走吗 看看还有什么别的 别的办法 办法 有 什么法子 你去找白玉和解 他可是你们白家 唯一能挣钱的人了 不是 他有多大的能耐 能替我扛这事 白家这个闺女的能耐 比你们几个儿子都强 慢点啊 小春 小春 慢点啊 来来 刘爷 在这儿 刘爷 小心点小心点啊 来来来 慢点啊 慢一点 放这儿吧 你们都散了吧 散了吧 回去吧 回去吧 啊 轻点轻点 放这儿啊 好 师父辛苦了啊 没事 刘爷 这是什么东西啊 缝纫机 缝纫机 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做衣服的 这是洋人发明的 现在上海人也跟洋人合作 开始在上海生产了 这上海人就是洋气 什么新鲜玩意儿 都是上海人先兴起的 是啊 女和 你们不是替别人做衣服吗 用这个缝纫机做衣服 可快哪 两天就能做一件 两天 嗯 那可真是个宝贝 刘爷 是啊 您这个缝纫机 我不能收 为什么 太贵重了 我真的不能收 不贵不贵 就一点钱 刘爷 您这不是一次了 上次您替我 给我爹送的那幅字画 那是千金难求 我不能一而再 再而三地 接受你的馈赠 哎呀不要紧不要紧 这钱乃身外之物 那 你要是不收 就不把我当朋友 我把您当我的恩人 刘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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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是这个月的房钱 你收好 你这是干吗 我给周少爷交房钱的时候 他说你把这个宅子 买下来了 这刘鬼堂 真舍得给余和花钱哪 哎 这周少爷 这 哎 我买这宅子也没什么 我当制产 谁会把自己的产业 只在雁花巷里 刘爷 您对我的恩 我这辈子 哎不不不 行了行了 你别再说谢我 也别说要还 只要你开心就值了 这缝纫机我就放在这儿 小船交给你了啊 哎 我好不容易扛过来 你就别让我扛回去 那就这样 我先走了啊 刘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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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是先手摇吗 对对对 摇的 哎 谢谢啊 好啊 谢谢啊 那什么话算数的 别忘了啊 好辛苦啊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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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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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 刘爷 刘爷 能不能借一步讲话 嗯 嗯 缝纫机 怎么用来着 先 摇一摇 再 踩一踩 哎 小姐 这真动嘞 你就消停会儿吧 那是要还给人家的 还什么呀 这些刘爷都说了要送给我们了 你不要啊 我还要你 川儿 你别说了 反正啊 你现在 最会说的就是 不要 我不要回家 我不要地气 我不要靠别人 不该要的东西就是不能要 那还要不要吃饭呀 还要不要过日子呀 东西买都买 反正也估计是别人 在刘爷的当铺典当的 花不了他多少钱 典当跟刘爷有什么关系 哦 咱们那阵子啊 不是在刘家住吗 我听吴妈唠叨说 刘爷呀 以前是善计当铺的嘲讽 好像因为一个典当的生意 得罪了善爷 这才离开了当铺 自己闯荡了七年 现在 善爷请他回当铺当 总经理 这才又回到了平城 七年 善计 小姐 咱们就当是借他的 以后咱们赚了钱 就欠钱还钱 欠情还请呗 钱能还得清 情怎么还 那你就嫁给他不就得了 你胡说什么呢 我没胡说呀 他喜欢你 你还说 我又没说错 他喜欢你 而且特别特别喜欢你 你还看不出来啊 其实吧 有些事 你根本就不知道 也就是这个数 二十块是小数 待会儿你随我回 刘爷 您误会了 是两百块 两百块 两百块 两百块还就这数吗 白大哨 虽说这两百块 不是什么小数 但以白家实力 还不至于拿不出 也不至于白大哨 您给我开这个考试吧 我这么做呀 不是为了宇和吗 董少奶奶 我是为了保住 这董少奶奶 这四个字 这话怎么讲 刘爷大概有所耳闻 这董家 现在容不了宇和 这白家也没接纳他 那是表面现象啊 实质上 我们为了保证他不被修 保证他手头内 两百亩地 刘爷你不知道 我们是一直 往董家送钱哪 是这样 如果不是这样 他被控打婆婆的事 董家能饶得了他吗 那是被冤枉的 那是 我们送了钱 堵住了董方氏的嘴 人家才不追究的 我和我太太 咬着牙根往董家送钱 我们这么做 就是担心我这老父亲 有什么闪失 您想 如果我爹有什么闪失的话 那宇和能受得了吗 宇和受不了 宇和肚子里的孩子 能保得住吗 刘爷您知道 宇和呀 他是最孝顺的 是啊 什么 咱们家的那些破通烂体 都是刘爷给收了 我也不知道啊 他当时 找小嘲讽来找我收的 后来在刘家 我看到那个小嘲讽 这才都想通了 之前 我想把你的镯子当了 被刘爷给发现了 他还说 你要把我的镯子也当了 我不是也没当成吗 他发现了 还把我好说了一顿 他为什么要对咱们这么好呢 可不都是为了您 我上次听周少爷说 中秋的那盒月饼 也是他送我来的 要不这样吧 刘爷 我把 上次你给家父祝寿那个字画 我拿出去给他当了 万万不可 这要让白老爷起了疑 这少奶奶反而会担心受怕 谁说不是呢 你看 这可怎么办呢 行了 这事我来处理 钱我会先垫上 但你得答应我 得瞒住少奶奶 那是 那是 他现在怀了孕 他跟孩子可不能有任何的意外 我跟你说 傻瓜就是傻瓜 人哪 最怕的就是一个禽子 就是再聪明的人 也会栽在一个禽子上面 你 一百块 你起来 你是不是又去 你 没呀 没呀 那你哪儿来的 我这 这钱哪 自有来出 你要是有这一百块 你肯定还有 不是 你干什么 你拿出来 你拿出来 你干什么呀 你给我拿出来 不是 我要是有多余的 我早就给你了 我要知道你这样 我这一百都不交了 我把家里的钱 挪去给你用 你不早点把它填回来 要不然全家人都跟着你一起喝西北风 哎呀 好啦 好啦 你说你一天到晚 来来回回 总是这一句话 我这耳朵 都磨出茧子了 你先拿着这一百块 先用着 这 之后 之后什么 以后呢 有的是 以后还有 来 您慢走 嘲讽大哥 小春 我们家小姐给刘爷的信 劳烦您转交一下 好 我一定帮你转交 谢谢 好 白小姐 刘爷 谢谢刘爷能来 你约我来 就算天大的事 我也会放下的 白小姐 您坐 刘爷也坐 好 刘爷 您知道我为什么今天 要约在这儿见面吗 这是我第一次见你的地方 那天我把你当成少华了 你们长得真的很像 那天是放核灯的日子 我看到了好多漂亮的核灯 还有一个很大的核灯 上面写着核字 就在那 那个核灯就是我为你放的 从我第一眼见到你 到放核灯被你误认 我足足等了七年 在我眼中 你就是一个心性纯良 爱憎分明 能为手足笑 能为兄弟哭 哼 虽不识明家真迹 却会用一支冰翠镯子 到当铺点书 叫我日思一夜念 等了七年的白玉和 所以刘爷一直都叫我白小姐 有些话我放在心里 我一直想对你说 白小姐 刘爷 以前都没有说 今天就别说了 今天我约你出来 其实是想和刘爷说一下 我的心里话 你对白玉和得好 我都记在心里 但我想请求你 以后不要再为我做任何事情了 我真的还不起 我不要你还 来 直到遇见你 我才知道爱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滋味 我跟明娟 是靠别人介绍成亲的 她是个好女人 我们两个之间的相处 也是客客气气 她为我身孕 难产过世而死 所以这几年我一直没有成亲 也是不忍放下她 刘爷的心我懂 但直到我回到平城 再让我遇到你 尤其我看见你怀着孩子 倔强坚强地过日子 我心里想 我就想 让我照顾你跟孩子吧 今天这儿没有旁人 刘爷 就当刚才你没有说过那些话 我说了 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让我照顾你跟孩子吧 您是 您是真正的君子 我白玉盒是个寡妇 还怀着孕 你是谁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心里的白小姐 还是七年前 我所见到的 心性纯良的白家小姐 那是七年前 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 刘爷 不要为了一次偶然地相遇 不值得 值 我心里有你 什么事都值 就像白小姐 你对董家少爷 不是也是这份情吗 只要你愿意 把你的心放在我手上 我会呵护你一辈子 你撑不起三个人 我 孩子 还有我的少华 刘爷 我这一辈子都会带着少华 她没有走 她的笑 她的好 我这一辈子都会和少华在一起 你长得跟她确实很像 可你不是她 我明白 你不明白 刘爷 我对少华的情 太重了 如果让你照顾两个大活人 我相信你可以 可是再加上一个魂魄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承受得住 我好 希望 我相信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欣赏 我好 你不得了 我好 我好 你不得了 我好 你不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